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我是钱子 先介绍一期零零的特别来宾 首先是郭胜亮博士 大平安 张延庭将军 陈志浩 大家好 董志森评论员 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我们来关心 最近在我们的周围 很多很多也许你感受不到的紧张气氛 正在蔓延中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 美国现在要血耻了吗 它是世界强国 怎么可以落后别人 于是你可以看到 美国国防部宣布了 我们成功测试了两枚极英素飞弹 因为过去它其实有测试过 可是失败了 现在终于血迟 终于成功了 可是你来看看中俄 怎么搞的 人家的匕首飞弹 人家的东风十七夜 都是极英素的武器 极英素的飞弹 人家早就成功了 所以现在美国在后头 要急起直追了吗 那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共军首度公布跟着美舰照 观众朋友就在我们接近我们台湾的南海这边 你也可以看到这是中国解放军 他公布的 他说我们 这是中国解放军拍的 你看他在这儿 他说我拍到了 这是美舰班福特号 我们正在紧紧的跟随他 因为美国想要破坏南海的稳定和平 所以我们要跟着他 你看光是这个距离这个海上 其实蛮近的 不过专家就有讲说 美舰班福特号 他上头的火炮雷达 都在起始的位置 换句话说 他是无害通过 两边就是这样对峙着 叠对叠 你从这边经过 我就跟着你 我就这样紧盯着你 我两个眼睛就这样 眼睁睁的看着你要做什么 那当然美国也不甘失落 两个国家都共同 不是共同 就各自发布消息 几乎是同时 都在7月13号 7月13号 美军就说 中共 我们在这里用雷根号的航母 强烈回击 你看我们的第七舰队 晒雷根号 他把这张照片晒出来 PO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航母上面 还有F-18的超级大黄蜂 起降都在这里 这是雷根号的指挥官 他说 我们航行男孩 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的承诺 两边斗而不破 都在展示自己的武力 都在展示自己的威嚇力 我们从地图上来看 两军对峙的地方就在这里 这是南海 美国跟中国的军舰在西沙对峙 另外雷根号在这里航行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是兵家必争之地 其实班福特号驱逐舰 解放军已经不陌生了 因为过去经常有对垒的机会 就在今年1月20号 解放军就说 你这一艘驱逐舰 非法闯入中国的西沙陵海 在更早之前2021年的7月 也有执行同类型的 这个差不多性质的任务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常在这边 这个巡航台海 美国的这个海警船 也一样都在西泰这里 这是海上的对峙 那包括离我们台湾 更近的东海这里 澳洲的军舰 帕拉马塔号 也在这里跟共军 发生激烈的遭遇 那国防部 这个是媒体的报道 可是澳洲的国防部 他拒绝评论 他不想讲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东海在这 南海在这 我们台湾在这里 海上看起来也是 战云密布 海面上是这样 空中更是 我们常常听到 阿贡的这个军机 一直来绕 可是其实不只是这样 美中在海上全面对峙 是不是空中也一样 所以可以看到 加强钓鱼台 还有南海的勤艘 美海军的这个 海神无人侦察机 也进驻在日本 盐国基地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海神无人机 长这样 他这个派驻在 日本的盐国基地 五月在西太平洋 全域飞行侦搜 也就是说在这里 全域这五个月来 都在这里侦搜 侦搜的对象 很清楚就是 面对中国 针对中国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台海危机 台海危机 它不是假的 它是在进行中的一件事情 如果哪一天擦枪走火 当然我们不希望 有这个事情发生 它就有可能 就是一场危机了 知不见乌克兰的情况 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再看看一个讯息 CNBC 这是美国一个财经的频道 它通常都只讲财经 可是它非常罕见的 也关注台海情势 它甚至报道 它报道这个专题 特别注重关注两岸的情势 而且说美国改变 对台战略已经无法避免了 前白宫高级顾问 柯恩说 如果台湾出状况 我们麻烦就大了 所以像是拜登总统 他的策略是想把日本 南韩台湾绑在一起 一起对抗中国 可是日本难道 就是日本都会乖乖的听命吗 南韩都会乖乖的听命吗 现在不知道 可是我们跟日本的关系 其实蛮紧密的 就拿最近前首相安倍 他过世的这个讯息来看 所谓的这个葬礼外交 我们看到赖清德副总统 已经到着这个日本 然后又回来 已经调宴完毕了 可是今天国际记者 在记者会上 问了日本的外交部部长 林芳正他怎么回答的呢 我们来听听看 林芳正这样讲 其实他有他的顾虑 因为已经跟我们这边 达成了某种默契 我们总统府也说 我们总统府也说 这个是个人身份 日本也说是家属私人邀请 可是这个外交默契 林芳正讲那一个人 你说的那一个人 的确有伤害 我们台湾人的感情 大家想说 我们都很开心 觉得那是外交的突破 可是却你讲说 你那一个人 感觉有一点点 轻蔑的异味 好不管怎么样 日本跟台湾已经有一个共同的默契 有一种外交的默契的说法 可是郑运鹏 民进党的立员党团的 这个郑运鹏 他说 赖清德是以个人身份 就是外交身份 就是台湾特使 总统府已经都讲了 是私人 然后你又硬讲说 是这个台湾特使 有一点点是不是不同调 还是有什么样的考量 郭国温也是这样讲 他说外交突破 赖清德是嫌蔡总统之命 我们的总统府都已经讲了 为什么我们的立法委员 讲法又不一样 另外还有一位 日本的驻台的媒体记者 叫做石板明夫 不是经常有脏痞 包括台日的关系 还有跟中国的关系吗 他曾经批评了 批评独裁者子孙 回朝全世界关注 他讲的是蒋万安 因为他是蒋家后代 然后批评蒋万安 可是这一次安倍的离开 他其实有特别讲说 安倍是他一个 非常尊敬的一个政治家 可是不要忘了 我们讲的是标准 也有人认为安倍的祖父 也是二战时期的战犯 因为这个是 他有在战书上面有签名 那你这也是双标 独裁者战犯 那你认为对就是对的 别人认为对的就不是对的 是这样子吗 好 我们先请教两个 这个中美的对异 是不是看起来还在扩张中 因为中国前一阵子不是讲 台海不是国际水域吗 那类似的观点 当然也适用到东海 跟有那个部分 就是属于他的 他认为是他的主权范围 尤其是南海 西沙 或者他田海造路的 成立的那些岛 他就认为那些都是他的主权范围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动作就加大了 就进入实战阶段 比如说我们以前也谈过 澳大利亚跟加拿大的飞机飞来 他就直接 他就给你丢金属四骂 造成澳大利亚的抗议 现在海军的部分也一样 他就直接非常接近的 尤其是澳大利亚那个军舰 他真的就几乎是擦身而过 他就直接干了 美国比如说到了西沙 他就直接尾随 然后把你驱离 所以我认为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件事 这跟我们台湾有关的 他的海警船 最近增加了一艘6600盾 而且他就直接宣布说 没有台海中线 所以他可能就直接开过来 可能在台海中线的周边就开始 他就说我要巡航 因为没有国际水域 所以他最近的动作 确实就是要彰显 那就是他的地盘 所以不只是台海 海警船到了6600盾 我们台湾最大的海巡舰 只有4000盾 那他是6600盾 事实上他去钓鱼岛 去跟日本海巡船针锋相对的时候 也是一样 日本都是用喷水的 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 我们喷得像小便一样 日本就直接把你喷过去 对不对 我们喷水喷疏日本 我们这好弱 对不对 日本碰到中国那种海警船 中国是直接要撞你 对 因为他盾位比你重 中国海警船还有到12000盾 只是还没有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他就是我就是比你强 你要怎么样 就有点这个味道 所以未来 因为美国不是在跟东协那些国家 他说海岸防卫队他要过来 他有一艘防卫队的军舰以后 要在南海要长期驻守 大家就等着看 未来这种擦身而过 或者是非常近距离的对峙 这种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 会常常发生 今天这个林芳正讲说 你说的那一个人 他故意不停赖清德的 他可能记不得他的名字 记不得他的名字 然后他如果记得他的信 他可能会说那位赖先生 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我懂得日文 我看了很多日本的媒体 还有外交部 人家就是直接称 说是安倍家属的亲友 是以私人身份到访 而且我们赖清德本人 他去日本也没有接受访问 总统府也是低调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 日本跟我们的默契 已经讲好了 所以坦白讲 国会议员自己要去拗 那是看个人的事情 可是全世界没有人这样看 他讲台湾特使 嫌蔡总统知名 没有这件事 就是以私人身份去的 那这些委员这样讲 蔡总统他们 你自己要往自己脸上贴金 可是日方没有人这样认为 当然有一件事是空前的 就是给他签证 中国大陆是在抗议这件事 所以你怎么可以 给台湾的副总统签证 可是很多人就倒过来说 人家这个私人 他们有很长的友谊 他去对他做个道歉 你连这样都要去强化 签证这件事 台湾这边国会议员 就是倒过来 签证就是特使 你看两岸就是都在强调这种 不是这件事情的本质 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 赖金德跟安倍家属 是长期的朋友 让他去表达他私人的悼念 这是人情 就是这样而已 这是温暖 结果中国看的是签证 副总统怎么可以给签证 我们这边说 给签证就是台湾特使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 所以两岸都很有默契 都在看这里 都在看这里 都把它提高到政治上纲 在看事情 大家都不想要看人性 也不想要看人情 是不是 来 请教将军 将军 海上有对峙 我们看到空中也一样 空中有对峙吗 你觉得有比较严重吗 对 我们知道空中也有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 刚才前子有讲 美国也在试 它的极音速飞弹 它挂在B-52上面 在东太平洋 也就是加州外海 打这个极音速飞 其实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 开发成功 第一个俄罗斯 它这次在乌克兰战争有用 就是匕首飞弹 去打过 对 就是匕首飞弹 它挂在那个苏凯战机上面 对 先进的苏凯战机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 东风时期 它是极音速 现在美国它也四射成功 极音速它就是要 5倍音速以上 到10倍 大本来讲大概在9倍音速 到8倍音速左右 有人成了10倍 我认为没有到那么快 那极音速它要克服三个 第一个就是它的冲压 空气涡能要够 要一直加速 那个超音速已经不简单 你到极音速5倍音速以上 你看它冲压空气涡能 它的推进力要多大 第二个就是它的导引系统 因为速度太快 你的导引系统要很精准 要不然你差一点就差很多 因为它最后面追踪目标的时候 那个非常重要 要不然你 你这个插之好里 四字千里 你没有命中目标 你那么高价 那么科学化的装备 结果你没有命中目标 那不是弹落荒焦 造成5G系统没有发挥它的性 第三个 我们讲到的就是抗热 因为在极音速的时候 空气摩擦 温度变高 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蒙皮 尤其它那个飞弹的蒙皮 要特殊 因为太热的话 你知道里面的零件故障 尤其我们知道 电子零件 里面导引的电子零件 在高温状况下会失效 那为什么美国会落后 以前美国不是都第一名 因为美国 他那个时候宗旨 他认为不要大家 不要武器竞赛 一直搞到这边堆高 大家堆高 你也会 他说他降低 暂时宗旨 其实那时候美国 很早就开始做研发了 暂时宗旨 不要大家来 来这武器竞赛 大家一直推陈出心 到这会造成这个局势升高 对这局势升高 那现在我们知道 尤其在这个南海 西沙群岛 你看那个班伏特 就在西沙群岛周边 因为这个西沙群岛 中共是整个化全圈整个进去 因为他这个岛屿 新罗旗部 散开 整个化在一起 但是不是 你的真正的领海 只有12海里 你终终化在一起 那不是整个区域 都是变成你的水域了 所以美国是强调的 自由航行 在印太的自由航行 中共强调的是势力范围 这是我的势力范围 我的领海 认知不同 但是中共跟美国 他们有签海上遭遇 处置规则 我们不要插枪走火 不要海上互撞 曾经有空中互撞 你不要在海上的时候 碰碰撞在一起 会造成别此的战略误判 会造成插枪走火的可能性高 他们有这个海上遭遇 处置规则 他们有签订 所以是这个状况 但是我们知道 美国都要绣肌肉 中共他也要绣 他一定凡剑必根 你看他后面都跟着你 凡剑必根 就是这样的 然后直到他离开 但是有时候太近 你看我看那个摄影 这个很近的 很近 因为照着样子 将军你看他故意 拍到这个很近 而且天气很好 你看海上那个涌还不大 天气很好 我听说澳大利亚那个更近 更近 他不到一公里 我看不到1000公尺 很近 你看牧师 而且天气又那么好 看得非常的棒 我认为平视会更多 因为美国要强调 强调按照国际法 甚至他要按照 国际海洋法公约 或者有时候会这样 说这是国际水役 他要过来这边行动 所以每一个月 他凭次常态性的出没 会造成中共这方面的抗议 刚才前人所说的 就是这个MQ-4 它空中 现在就是说 对 因为这个海神 MQ-4 它是广域的 大范围的 尤其是海上侦察 它流空时间久 它的飞行的距离 可以到6000公里 那流空时间久 整个海上都可以做侦察 那现在美国在印太战略 它自重点在我们讲东海 在第一岛链 它部署在第一岛链 美国的驻军 同时日本也有八架 日本八架是海上卫士 MQ-9 美国它部署在陆岛基地 那美国在冲存基地 是部署全球鹰 那变成这样 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 大家都很重视这个侦察 打仗打情报 而且现在的侦察的手段 工具多了 太空中有人造卫星 甚至说同步 但同步的效果差 因为同步高轨道 在36000公里 都第一个卫星 又一直在那边 不断地做侦察 然后又是海上这种无人机 还有空中的其他的RC-135 RC-135有W RC-135还有U 还有EP-3的电子侦察机 非常多元 现在掌握的情报掌握清楚 打仗是大家都摸底 你如果要摸底 这些资料平常都在做建制 所以打仗的时候 谁有信心 把对方的底摸清楚了 实力摸清楚了 兵力部署摸清楚了 整个战力的人力 都可以分析得出来 这样的话可以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是这个样子 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 尤其是在南海 在台海 还有东海 甚至我们知道在黄海 他曾经飞到青岛外面 都在做广域的侦察 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动作 只会越来越积极 只会是越来越多 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积极 不会放松 来 请教董哥 董哥怎么看 所以你现在看 所有台湾的电视台都在报 26国的樊太平洋经验 每天都有新闻 你看台湾的记者也被招待 我们台就有 对 每个台都有 然后可以访问美金 可以到他的境界看 这个为什么秀肌肉 让每个地方都知道 即使台湾没有受邀 但是我们这边也可以感受到 很龙泪的那种战争的氛围 可是我们自己没办法参加 是 如果美国对你那么好 为什么没参加 这很多人的质疑 对你那么好 为什么印太经济的联盟 你也没办法参加 对不对 四方会谈也没有你的份 什么都没有 甚至世界卫生大会 你也不能进入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动作你是引起的 其实很多人会紧张 会不安 8月份 8月份就下课月 在美洲 在美洲那里也有一个经验 这个是中国大陆 俄国还有伊朗 还有那边还有七个国家参加 所以是十国在那边 我也要经验 你要经验 我也要经验 你在亚洲要经验 我到美洲去经验 这个下来 现在美国很多人说 怎么在我们霍花眼 你可以别人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拜登想着我到处 各处去访问 去拉帮结派 其实成果没有他想得那么好 但是我们看这种战争 当然秀肌肉是很重要 可是要看谁是挑衅着 对不对 你今天看到他 他这艘船 他不是第一次去 他今年一夜就去过一次 12海里他就进入了 西沙琴岛我就要进来怎么样 他表现的是他那种态度 你这种态度 中国大陆不能不游手反应 其实像中国大陆这种国家 你要去测试他的反应很容易 他对某些东西 他是绝对不会让 所以你的动作来 他就有动作 我们看其实 你要想想台湾的地位 台湾在这些其实都没有位置 都没有位置 我们最多的位置就是 可以准许我们的记者 去拍一点东西 可是很多东西不能问 我们记者也很敏感 台湾的记者很敏感 为什么你们还太平衡 不邀请台湾 美金就 那是政策 我们没办法回答 几乎都是这样 每一台的记者都有这样问 这个才会跟我们相关 可是你可以看到 虽然剑拔乳章 可是拜登现在也是想方设法 想说能够跟习近平会谈 各位看最近的几个场面 譬如说布林肯跟王毅才谈完 前面苏立文跟杨洁篪也谈完 他们谈了好几次 中间还有一个刘鹤 刘鹤大陆的副总理跟叶伦也谈 所以你可以看 这些其实都是要部署一个说 拜登跟习近平 汇变了一个好的一个氛围 所以一边用胡萝卜一边用棒子 这美国的说法 但是因为你现在一个 俄乌战争来了以后 有俄国人很多事情有他发动 因为他被孤立 他被你制裁 被你抵制 他也找了他过去的一些盟友 这动作就来了 所以看来在亚洲这样的话 在美洲现在的今年来了 也会有那个氛围 那下来的话是不是 过去的冷战时代 两大集团又要有那种 对抗的氛围 其实美国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是 没有错 美国那当然他要负很多责任 他如果自己要当世界的领袖 世界的霸权 国家 那他当然他要有他的责任